找來三位議員同事背書 高雄市長補選 國民黨議員李雅進 自告奮勇 開第一槍 爭取參選機會 揭露韓市長笑額不達的回應 但就怕這番請英 黨中央恐怕不會有回音 關鍵在於主席江啟臣 已有鎖定對象 伍一丁她本身就是一個 具有財經專業的女博士 40歲上下 然後未來可以完全來累積 這個所謂的政治的能量 再加上她的家族 她的父母親 都是跟高雄有絕對的 一個地緣的關係 她絕對是一個最需要被鎖定 被需要積極勸縮的一個對象 期盼透過財經界出身的 伍一丁與陳其邁做對比 據知情人士指出 原先伍一丁的父親 在韓國瑜道別音樂會上 極力反對 吳一丁也毫無意願 但在黨務人士 三顧茅庐 南下勸進下已有鬆動 不管是李梅珍或是李雅敬這些人 其實也都是我們樂觀其成 但相較之下 之所以將在地議員列為次要選擇 黨務高層指出 主因是憂慮 地方派系複雜 任選一方恐怕都難以扶重 同時議長選舉未定下 將難以整合 但空向騎兵是否會造成更大的反彈聲音 面對在地跟雲者躍躍欲勢 黨中央已心有見地 但除了即便吳一丁願意點頭 短短兩個月該如何整合才是難題的開端 記仰7號 張宇軒 台北高雄報導